一大早新一區的蘋果專賣店好熱鬧 因為16號是蘋果新機iPhone14的開賣日 雖然在官網先下定 不過民眾還是迫不及待 至少提前了一個小時到現場等待 不只是專賣店 電信門市也出現排隊人潮 帳篷下圍起紅龍 民眾擠得滿滿滿 全都是在等待蘋果新機iPhone14開賣 民眾為了搶頭箱 竟然輪班排了三天兩夜 三天前 我們就是這個第一個也是代表 我們的一個就是效忠 iPhone14新機最低規格售價兩萬七千九百元 比前一代貴了兩千元 另外i14最顯著的改變 除了增加新顏色紫色之外 就是取消以往的瀏海造型 創新成類似小藥丸的模樣 官網稱為動態島 這也是讓消費者願意購買的原因之一 另外i14的相機功能 也提升到四千八百萬畫素 還有超廣角和長焦鏡頭 因為這次Pro系列的進化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蘋果Pro系列 今年應該在市場上應該會蠻好的 電信業者也大搶雙機 中華電信推出岳父一三九九 再加上舊機換新機等方案 iPhone14 Pro 128G就可以免費帶走 另外遠傳電信 岳父一五九九 iPhone14免費 Pro系列則是六千三百元起 我昨天早上十一點就來了 準備了水啊 手搖飲跟一些零食 今年這個翻倍 這個單月的銷量 應該是要翻倍比去年同期 不愧又民眾發現 好市多販賣的i14 比官網便宜將近一千五百元 也湧現排隊人潮 售價便宜在網路上 也掀起網友熱烈討論 記者楊視區翁家宇台北 參謀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